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一代代饼干 粮食 不藏私 一辆又一辆卡车 满载人民爱心首批12号启程上路 同样因为国内局势动荡 经济陷入困境的伊拉克 也没有缺席 土耳其宿敌希腊 派出外交部长邓迪亚斯 前来表达关切 他一下飞机 就给土耳其外长来个温暖拥抱 两人还直接登上直升机 到灾区视察 而一向和土耳其不合的亚美尼亚 也打开了分隔两国35年的边境大门 让运送救灾物资的车队顺利通过 这一刻大家放下旗舰 人道优先 大海新闻里预防编译 国内爱心